在現在我們開始來做這個窗框 窗框在做的時候其實不會很難 第一個 我們先研究窗框的一個結構 基本上它是這裡有一個L型 我們一樣先量取 這個寬度10公分 所以我們從這裡開始畫 畫的方式有很多種 我們先 這裡厚度是多少,我們先量一下 40 所以我們先從 這個 鋁框開始畫 我從這個點開始畫 10 2點 2點 10 好 鋪出來40 我的那個 做得不夠大,等一下再改也沒關係 鋪出來40 這邊再漲出來10 這裡就可以再畫出來到底 好,到底 好,所以這個 基本上就OK了,好,我這個先把它 轉成元件 好,再來我這不夠寬嘛,我先把這個東西隱藏起來 好,我就可以去編輯這個 好 怎麼編輯呢 OK 我現在可以把 這些線 先選取起來 好,這幾條線 好 我現在來移動它 所以,可是你在移動的時候你會注意到 它這也被 其他線也被我們牽著走嘛,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可以Ctrl鍵 好,我們只是加 加線出來 好,可是現在綠色的OK,出來了 好,我們多加個30公分 好,OK 好,加出來之後,可是 這裡要把它 連接起來 我按ESC喔 這邊一樣 把連接起來 你看 這裡的面就出來了 連接 好 這裡沒有面,沒關係,再加一條線 OK 所以我這樣子做不行 好 來 再重來一次 我要把這一些 面也要加起來啦 再 移動一次 Ctrl鍵 好 30 好了之後 再畫線 好,這邊有了 好,所以這樣子就有了 好,這裡沒有 點對 好,有了 有了之後,這裡再把它插掉 好 所以這裡就被我們加長了 好 OK 好,取消 在這邊再把取消隱藏把它 點出來 好,OK了 好,可是我們這裡要 總共有6段嘛 1,2,3 好 所以我們現在 把這個 這個 好,可是我們這裡要特別注意 你這個 你這個 鋁框到底要騎哪邊 好,你要 所以開始的點很重要啊 如果 我移動的點是在這一個點 上面這一個點 好,我很容易用上面這個點 靠其 上面 好,所以 Ctrl 這樣加一個 好 除以 5 好,所以這裡 5根就出來了 好,另外5根 好,只是 你來注意看 好 我這一根要變短 這一根要變短 好,所以 這裡要特別注意啊 因為你這是轉成元件 之後 然後 複製的 所以他們彼此都有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這個設成為1 設定成為1 好,一樣 這個被 這個擋住他們了嘛 好,我們先把它隱藏 好 這打開 好 量一下這裡的距離 70 好 要特別注意,我剛才 把這個打開的時候在這裡量尺寸 他會認為你這個尺寸 跟這個有關係,所以 你可以看你的虛框變成這麼大,所以 特別注意一下,你應該在做之前就要量 好,所以我這裡要剩70 好 好 這裡負 300 好,我先這樣子 我先把它靠過來 好,我先把它靠過來,我先 再量一下 這62 好 我先把它往這邊扒 OK 好 這邊一樣 好,把它打開 好,這個時候我可以把滑鼠移到這邊,它就會一樣長 好了之後 好了之後 好 這個沒有嘛 好 好 再來 我在這裡,我先畫一個 10乘10的 10乘10 好 往上 好,到這裡了 那要起這裡了 OK 好了之後 我把這個 我把這個 先轉成連結了 跟它要貼在一起 好 好 OK 可是 我們剛才動的時候會有 上下 會不騎 好 所以我現在動這一個 把它往下 垂直 好,這樣子就靠在一起了 好 OK了之後 一樣 把取消選取裡面全部 好 所以這個 窗戶的鋁框就已經好了 好了之後我們現在來畫 這個 玻璃 玻璃來 你看 玻璃 我是在這個 鋁框的 裡面 好 所以我從 先從這邊畫 畫到這邊 好 它的 那個 玻璃厚度5公分好了 好 所以我再往這邊 好,然後到這邊來 對不對 對不起 紅色的線 一定要讓它出來 糟糕 紅色的線 好,有了 320嘛 我就輸入310 好,因為 玻璃是5公分嘛 綠色的線 等一下 注意 那個線 剛才 那個線一定有問題 再來一次 好,我從這邊畫 等一下 好 紅色的線出來了 好 往這邊 綠色的線 5公分 再往這邊 紅色的 315 再往這邊 Kidner Kids 50 55 所以是60 好,再過來 有沒有 好,如果它有封閉 它就變成一個灰色的 好,一樣拉上去 好,拉上去 這塊玻璃 這塊玻璃 也要拉到最頂端 好了之後 好,一樣轉成元件 好 你可以看 我把它倒 半透明的 好 半透明 好,就可以看到後面的影像 好,OK 轉一下